HELLO 歡迎收看摺出新天地,多謝沙律冠名支持 很久沒有拍新片,並不是因為忙,只是懶惰 這次會教的是這個比卡超 其實本身不太喜歡這些,但摺開給朋友就順手說 為什麼不喜歡滑摺這些,類似是動物形的造型摺紙 因為大量需要貼,這位小朋友就算完成了 但所有位置都未貼,彈起了 還有大量摺一點的位置,即是面側邊也要摺回頭 我就很討厭,我沒有耐性慢慢貼 如果像李珍那樣做到這個樣子的話 都用了半個雙面膠紙 而且都弄成一粒兩粒鐘 所以我投行完全沒有耐性 最重要是什麼呢?沒有畫工垃圾 其實摺紙造型來看,比卡超是很漂亮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的畫工用筆等畫,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神髓 就這樣看就OK的,你試試拿回真正的比卡超來看 就好像不太好 那些叫什麼?近看? 就有刺喇叭還是什麼? 不要說廢話 紙材方面,我會建議用一些薄一點的紙 為鮮會比較好 因為它有大量的對摺 所以就用這種,看見嗎? 很軟的,很軟的,很薄的 這種就比較好 要不然摺起來,特別有些小的位置 好像這個比卡超的尾巴等等 它這裡就會不斷對摺 這裡已經變了3D的樣子了 如果用一些厚紙就完全摺不到 因為它沒有的 因為示範的關係 我會用一個紫色的紙來示範給大家看 咦?為什麼不是黃色的比卡超是黃色的? 首先,黃色的紙都用得七七八八 它好像特別薄 這個盒子我刻意弄出來,先給大家看 有些黃色紙讓我試比卡超都用得很濃 紫色好像不太適合 咦?這樣就不會的 因為史書記載 這個山寨玩具記載 這裡曾經有一個比卡超有紫色的成份出現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 好,照舊一輪風濕廢話之後就正式開始教學了 像剛才所說的,會用一張紫色的紙給大家看 這個比卡超會分為三個部分 即是三張紙,頭,身,尾巴 先說頭 讓你們容易看一點 我會把頭放在頭上 告訴你現在是在做頭的部分 一張正方形紙 摺成一個妖形的形狀 不說太多了,免得浪費時間了 如果你不懂得摺這個 那就自己檢討一下 為什麼這樣都不懂摺 很壞吧? 對了,一個妖形的形狀 然後就攤開頭向下 這個尖尖向下 然後尖尖的中間摺上來 去到中間這裡 其實摺比卡超的頭 簡單而不得了,很快已經講完 然後上面一個尖尖 就摺到這個底的中間這裡 這裡是頭的後面 即是後腦的位置 反轉 反轉 對了 然後這兩個就是耳朵來的 其中一邊摺過來 這個耳朵 其中一邊是斜到另一邊的 那斜多少呢? 就是中間這個中心點 去到這一點中間拉一條直線摺過去 就自己對一對的位置 順帶一提 就算摺中間的妖形形狀也好 就要用一點心機摺 其實這個比卡超很危險 這些位置摺得不好的話 這些白色邊是會露出來的 即是耳朵旁邊這些位置 看到嗎? 會看到一些白色邊出來 當然也需要用一個膠指 那兩個耳朵搞定之後 這個尖尖 直到下面 下面向上摺 向完上摺之後 這個尖尖 直到最底的位置 收回去 那這個呢 是向後摺的 即是摺去收在裡面的 對 那揭回起來 這個呢 就是比卡超的頭 這個尖尖 你一摺回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收回去 就成為了 就成為了比卡超的頭部 就是這樣 可以比較一下 那這裡旁邊呢 兩邊呢 有一個角落頭 那這裡呢 你就可以因應情況 那 看回它的面子 有多肥 那你想像V面 就減掉了 摺很多 那你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這些是 摺這些是很隨心的 看你自己喜歡 沒什麼所謂的 好 如果這樣的話 那這個頭呢 就已經摺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 頭部搞定了 接著呢 就到身體了 身體照樣也是一個妖形的形狀 那但是呢 這個首先 要先做一個步驟的 就是其中一個邊邊 中間這裡的這個位置 由這個十字開始 下面這裡 需要剪開剪下去 這個是一個腳的部分 來的 剪完就會好像是這樣 然後呢 就打開好像這樣 腳仔在下面 這個小肚腩就在下面 那其實呢 就正正是現在這個部分來的 這兩個腳 就是剪開剛才的兩個位置 讓大家一路摺的時候 就不會迷失 這一塊 前面這一塊 摺下來 摺到去中間 中間這個位置 中間然後摺上去 那這個呢 就是見人的肚腩 反轉 現在搞手了 手了 非常之容易 好像剛才這樣 就是這樣 一個中心點 去到這個剛剛摺下來的位置 這條斜線 那你摺開的時候呢 這個三角形的這條附左邊 是可以幫到你的 就是要慢慢摺 這樣就要慢慢摺 這樣摺下來 我會限陣 好 那這樣摺完了 手都搞定了 你反轉 你看到這個舉起了的手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做一個起飛腳 這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那個起飛腳呢 這個 飛腳呢 究竟你的腳呢 是想踢多高呢 就是你自己喜歡的 那大概可能這麼高度 我喜歡的 那你就再摺回後面 摺這些就很隨身的 摺完這個腳之後呢 就把這個腳 三角形 收回一點點 都是那句 收多少 自己隨身 沒有所謂的 那可能第一次要想 試一試 究竟哪一個比較適合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腳收多少 會比較好 摺完這個三角形之後呢 就這個三角形 斜回來 咦 我摺得太多了 雖然我隨身 原來也不是隨身的 哈哈 一個很錯誤的示範 一個很錯誤的示範 收了之後 把一個三角形 斜回來 這樣 那就是一個 踢起的腳 對 那這個都已經搞定了 那最深最深呢 就是另外這個 小短腳了 那先反轉 反轉 我舉起來 下面這個尖尖 就向上去到中間摺 摺完之後呢 打橫這裡 會有一條橫邊的 橫邊 將這個 叮叮 打斜角 向左邊摺 對 然後 上面的這個位 沿著這條邊 這條邊 是需要觸碰這個 這個 鱸頭 那究竟摺多少呢 有少少難度 這裏 其實中間 中間大概這麼多 對 又要觸碰這條邊 這樣 其實這些都是很隨身的 都是腳有少少長 有少少短 有少少短 沒什麼所謂的 摺完這個 摺完這個之後 沿著下面的這條斜邊 摺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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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了 它的目標 就是不要想把其他多餘的部分 就會凸出來 這樣 摺完之後 摺一個 尖尖 打橫摺回來 照樣子也是不想看到 不想看到 重複一次 摺完之後又再摺回來 是不是很複雜 不過不要緊 全部有邊對的 而且看著我一邊摺來一邊摺 就沒問題了 雖然步驟比較多 然後 拉開 現在 你可以把這個尖尖 打開 有點離開 摺下來 這一個 就是見人的小腳仔 見人的小腳仔 如何扭回到前面 這個呢 先打開 裡面的這個位 小腳仔 現在呢 你向回入摺的話 那你的小腳仔 就會露出來 小腳仔 露出來 現在呢 就摺完四肢了 四肢之後呢 就要收回手手腳腳 那怎樣呢 就是這些 尖尖 收回 尖尖 摺一下 收回 其實這些呢 應該要用膠紙貼著 不然它就打開 好像這位小朋友 那樣 然後這些 腳的尖尖 一樣 收回 對啦 那至於 下面這個小短腳呢 照樣 收回 即是收多少東西 你自己喜歡 腳 這裡 收回一點點 然後旁邊 這是一個妖形來的 旁邊兩個角落都收回 才會變成一個小尖腳 那 在做這個的時候 順帶一提 有些人呢 可能覺得 很麻煩的 摺一些尖尖 小小的摺完之後 一會兒 它又彈出來 就很麻煩的 那不如剪掉它 好嗎 老實說 就 不太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我試過 為什麼呢 就是好像這個人 那樣 你剪完之後 它這裡會彈開 如果你將它向後摺的話 它是會幫你鎖在這裡 這樣 鎖在裡面 鎖在裡面 那所以呢 我就會建議你 即使麻煩都好 你摺這些的時候 就一定是膠紙幫你的 那最後 那肚腩沒有理由起了角的 肚腩的肚腩 是要收回一點點 是啦 就是這樣 摺完之後 放回 那這個身呢 就已經摺完了 是不是有點困難了 不過都可以的 接著接著 好 搞定頭和身之後 就到尾巴了 到閃電尾巴了 一張正方形紙 打斜角 切開兩邊 好像現在展示給你看的 這樣 只要一邊夠了 其他不需要的 接著呢 就 一個三角形 打斜接 這個尾巴呢 要注意 因為呢 它不斷對摺對摺對摺 對摺對摺 所以那些細位呢 比其他反而覺得難摺 摺就很簡單的 但是呢 其他對摺對摺對摺的位呢 要注意一點 如果不然呢 尾巴就會很鬆散 沒有ogeneous的 好像真正的 好 摺完努力線之後呢 就將兩邊中間摺下去 lishingロ cadre 很難看的 將兩邊中間摺 這些三角形 又要變得很好看 這樣又要倒位,不太辛苦 所以都是強調,很增接 好,完成了 然後這個尖尖沿著這條邊收回去 一會兒就會把這三個型收起來 這樣完成了,打開,就像我剛才所說 然後把這三個型收起來 這條邊就會收起來 然後下面沿著剛才那條線 變成一個兩面都有顏色的長的三個型 好,可以看到嗎? 接著,中間對接 這裡開始要注意 不要太過,對接中間的紙曲起的 推翻好一點 打開,看到中間有一條痕 中間有一條痕,兩邊再對著中間接著 拿回一個四等份,四分一左右 讓尾巴摺起來都會平均 這個呢,對著中間的邊 沒有說對得很正的,剛剛大概四分一就可以了 好,看到有四等份摺出來 然後就摺完過來 現在開始做閃電尾巴 好,講快一點點,因為不是很困難 這樣就向下摺 三個型向下摺,變成這個 然後尾巴要收身 下面這個三個型摺上來 就變成這樣 這些紙開始厚很難摺 所以叫你不要用這些摺摺的紙 好,摺完了 下面中間有一個剛剛對等一半份量的紙 對著最邊邊 好,明顯記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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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剛剛一半,一半完之後 繼續尾巴向下 尾巴向下 下完之後 剛剛講的這個位置 終於生效了 向上摺 繼續打斜 閃電尾巴就是這樣 好,摺完這個之後 然後呢 繼續可以向下摺 這個就隨意了 你自己喜歡的 閃電尾巴向下摺 摺完之後又摺回來 這個會很鬆散的 這個也是要自己摺起來 打橫看呢 閃電尾巴就已經完成了 這些位置呢 那三個型摺得不太好 所以呢 自己摺的時候要調整一下 看見到呢 這裡呢 彈了下來 這樣可以摺回來 可以摺好一點 好,就這樣 看到呢 三個就已經完成了 頭、身和尾巴都OK的了 這枝勾字不太彈 當然啦 我已經全部黏膠紙了 這個呢 就額外想講多一點點 後期製作的功夫 當然摺紙那裡 就全部做完了 就沒話可說了 如果你那些是很厲害的 你可以在這裡停了 雖然由頭開始你已經想停了 我明白的 那麼 這個身 這個頭那裡呢 那我會建議呢 那個面呢 就剛剛在那個 手和身的上面多一點點 就是大概這樣 那對著那些中線 那這個頭的臂就最好的 那跟著尾巴那裡呢 就剛剛這個尖尖到啦 那如果你想構圖的話呢 就看看尾巴大概怎樣擺會最好的 那可能這個位置到就會最好 就是好像一個跳躍的方式 就是我畫到已經做好了的這個樣子 那 就算你三個都黏好了的話呢 那它一樣呢 都是會彈起的 就是反過來看 這個我黏好了 雖然黏得極度不得 那這樣呢 你不黏東西或者成都好呢 那 就算我這樣黏好了 它也是會彈起 就不穩陣的 那 我就會建議呢 你會找一張卡 去到黏著它會比較好些 就是這個啦 那底下是一張硬卡紙 跟著呢 就包你所喜歡的花紙 那 最好就淡色一點 就像我現在示範的那樣 那就把顏色強烈對比 那 那 那 先做了卡 給卡超呢 就最後先黏上去 那 就先黏了個身 然後呢 這裡留一點位置給尾巴 尾巴呢 就放回去 再慢慢黏下去 不然呢 整個想著一下子這樣黏呢 就一定會歪跑 就出事啦 那 最後呢 就去到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畫畫 那你可以因應 類似我這樣畫 那 那可能那個顏色太粗了 有些問題 那 就一個黑色的顏色 加一個紅色的顏色 那 就畫了樣子出來啦 那 最後那個光光眼呢 我用一個 那些叫什麼 那些 那些白色紙呢 就貼上一個眼卡紙 那樣 那 就自己看回 那張卡大概多少 那我就試發痕 就加一些 絲帶啊 等等 那樣 那尾巴就 貼上一個貼紙 那樣呢 那 那 片尾的時候 讓我示範一下這個 嗯 紫色的比卡超 看看效果 怎樣給大家看一下 嘩 鏡頭一轉已經準備好了 首先看回這個原著版的 其實已經看得很厭 對不對 好 我們看回剛才製作的成果啦 嘩 雖然是鏡頭一轉 但是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製作 準備好了嗎 看啦 嘩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紫色版的 我覺得甚至比原著版更加好 是不是這樣說 好啦 多謝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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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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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